一艘承载5000名乘客与258名船员的星际飞船 正式向殖民星球家园2号自地球启程 需花费120年的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行星 在巡航状态下 飞船处于自动驾驶模式 所有乘客和船员均处于休眠状态 飞船前方配备有能量场防御罩 以保护飞船免受小型陨石撞击 120年的时光在宇宙维度中宛如白居过细 然而一颗较大的陨石却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他的撞击造成飞船电力短暂中断 经过系统校正修复 仍然出现了一个未知错误 系统提前唤醒了1498号休眠舱的乘客 在语音助手的提醒下 尚未完全清醒的阿伟被搞得头昏脑胀 助手提示他 本次星际旅程即将结束 他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享受最后的疯狂 以迎接殖民星球开启的新生活 此刻阿伟并没有意识到 被唤醒的人只有他一个 在助手的指引下 迷糊的阿伟被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示意 阿伟满怀期待地准备迎接新的开始 来到学习中心 阿伟却感到非常诧异 硕大的会场空空如也 疑惑的阿伟向助手提问 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助手温馨提醒 5000名乘客与他同在 阿伟顿感不妙 他跑遍周围 喊破嗓子都没发现半个人影 阿伟迅速搭乘电梯 前往飞船的中央大厅 大厅出奇地安静 感应到人类的存在 系统才自动点亮了生活氛围 阿伟询问智能助手 舰长和飞行员的所在地 然而 来到位于飞船连接桥 最前端的主控室 由于权限不足 舱门无法开启 透过窗户望去 里面的人 还在休眠舱里睡大觉 迷茫的阿伟来到瞭望台 他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个人醒来 从系统给出的影像了解到 阿伟正在前往殖民星球的路上 大约90年后才能抵达 阿伟一脸错愕 90年后 估计他的坟都冒清烟了 120年的星际旅程 他们才飞了大约30年 别人都是睡过头 阿伟这时起太早 惊慌的他 火速找到人工服务 希望他能向地球 发送求救援助 以便重新进入冬眠状态 令他绝望的是 消息不仅要支付高额的费用 而且 送达地球所需的时间 大概在19年 消息往返 就耗费了36年的时间 但他最快收到回复 需要55年 阿伟瞬间震惊出了胆结石 到时候还活没活着 还打个问号 就在阿伟心如死灰之际 路过酒廊的他 竟然发现一个人 激动的阿伟上前问号 不幸中 总算看到点希望 但他并没有察觉到 眼前的调酒师 是一名机器人 能和活人聊上两句 瞬间让阿伟心情舒坦了不少 结果走进一桥 调酒师竟然没有脚 阿伟难掩失落 可酒都倒在了面前 不如喝上两杯解解愁 机器人名叫二狗 负责酒水接待这一块 阿伟灵光一闪 二狗会不会比他了解飞船呢 比如说休眠舱发生故障了怎么办 二狗表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但在逻辑自洽方面 二狗绝对不如一条狗 第二天醒来 阿伟就要解决吃饭问题 在客服的指引下 他来到了伙食团 刷缓点餐时 他居然不是VIP 最后只能点一杯咖啡 紧接着 阿伟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他找到休眠舱操作手册 深度学习过后 他立马找出了工具 没想到他真的激活了舱体 兴奋不已的阿伟大踏步 躺回舱内 本以为能惬意的美梦一番 起料 舱体竟毫无反应 尴尬的是 舱门突然打不开了 挣扎好一番 才逃了出去 没办法 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机组人员身上 来到主控室 他开始各种破拆 然而用尽了各种手段 太和金刚门 窥然不动 然而 因为上次的撞击 系统多多少少出现了毛病 而故障的电梯就是直观的反应 肩不可摧的舱门 彻底堵死了阿伟的活路 绝望的他 找到二狗 身为唯一清醒的人类 阿伟不知如何面对绝望 二狗抑郁惊醒梦中人 与其纠结无法改变的过去 不如尽情享受 活在当下 但阿伟并没有贵宾的身份 于是他手动给自己办了一个 不仅住上了维也纳高级套房 而且还享受了高档娱乐项目 只可惜 吃饭全靠刷脸 顶级餐厅享受帝王般尊贵的独享服务 但余额仅够他点两个暗唇蛋 随着时间的流逝 阿伟的毛发愈发聪裕 而枯燥乏味的生活 也在消耗他的心态 崩溃边缘的阿伟 甚至开始用食物戏弄扫地机器人 短短一年 阿伟将维也纳高级套房 打造成流浪街头 颓废的他 渐渐迷失 整天喝酒买醉 凝视那些沉睡的乘客 他发现自己就是了大冤种 在投掷酒瓶的时候 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舱室 走进去才知道 这里有太空行走的娱乐项目 大厅摆放着两套 已穿戴完好的宇航服 孤独的阿伟 内心空虚 多么希望眼前的宇航服里有人 穿上宇航服 他可以借助磁力 吸附在地板上 缓步走出交互通道后 宇航服立马释放了安全绳 在飞船的甲板上 阿伟缓顾浩瀚的星空 无垠的太空 让他无比震惊 关闭磁力后 他瞬间跌入了深不见底的太空 盯着眼前黑暗 请迷幻的一切 阿伟眼中流出了苦涩的泪水 水灿星辰 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而他却只能毫无意义地孤独终老 当他返回宇航式 原本打算离去的阿伟 突然回头 他意识到 与其在这里饱受孤独的折磨 不如化作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于是 阿伟将指尖放在了压力仓的按钮之上 只要问下开关 他心中所有的压抑 都能得到释放 然而在死亡面前 求生的本能 还是占据了上风 最终 他还是逃回了宇航式 当他从麻木中缓过神 一位女乘客的美貌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在心动的刹那间 阿伟人性的阴暗面 逐渐展开 紧接着 阿伟查阅了女人的详细资料 金姐竟然是一位作家 女神的英容笑貌 深深迷住了他 每到饭点的时候 他就会来到金姐的仓体旁 一边品尝食物 一边欣赏金姐的美貌 金姐的内涵 同样让他着迷 来到酒廊 阿伟总会满心欢喜地分享 然而 女神只是沉睡的睡美人 而他却要孤独地死在旅途中 想到这里 阿伟就失落至极 回到房间 阿伟如往常一样 刷着金姐的视频 突然 一旁的冬眠舱操作手册 让他有利丝邪念 如果唤醒金姐 他便能终结余生的孤独 同时 还能与心中的女神 坠入爱河 毕竟飞船里 找不出第二个男人 苏醒后的金姐没得挑 为了减轻心中的负罪感 阿伟向二狗提出了各种假设 并希望从对方的回答中找到共鸣 结果这些问题 不在机器人的回答范畴 由于再三后 阿伟向二狗坦白 他找到了唤醒金姐的办法 但只要这样做了以后 金姐的余生 都将在这艘飞船上渡过 阿伟陷入万般纠结 如果不这样做 他的余生将耗费在此 看着心仪的女神摆在眼前 在不断地挣扎与纠结中 阿伟最终选择满足自己的私欲 改头换面后 他悄悄带着工具箱 来到了金姐的冬眠舱 卸下手中的工具 阿伟的眼里充满了对金姐的愧疚 但身体的诚实 还让他付诸了行动 触发短路的瞬间 冬眠舱被成功激活 看到金姐被唤醒的那一刻 一旁的阿伟 由喜悦奇迹般转变为惊恶 趁金姐刚苏醒之际 他匆忙带上钻工具 逃回了房间 恐慌的情绪涌上心头 接下来的一切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 这复杂难言的情绪 使他紧绷的神经 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阿伟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中央大厅 他如愿见到了心中的女神 困惑的金姐 如同当初的她一样 金姐迫不及待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阿伟谎称 这个答案 他也想知道 为了解开金姐心中的疑惑 阿伟把她带到了瞭望台 飞船还有89年 才能够抵达新家园 未知故障的发生 导致他们两人被提前唤醒 面对这样的现实 内心崩溃的金姐难以承受 看着满地狼藉的工具 金姐的脑子一片空白 她能想到的就是 赶紧躺回自己的休眠舱 情绪失控的金姐迷茫无助 在阿伟不断地安抚下 金姐这才平复了情绪 在短暂地彻底绝望后 阿伟利用过去一年积累的经验 向金姐一一讲述了 所有她曾尝试过的方法 无一例外 全部都以失败收场 即便现实就摆在面前 但金姐仍然无法面对 难掩内心的哀伤 所有的情绪都写在金姐的脸上 阿伟深感去给她适应的时间 所以并没有过多地打扰金姐 灵蝶的时候 金姐不禁感慨 这一年阿伟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金姐回房之后 阿伟立马找到了二狗 并希望对方保守这个秘密 永远不要让金姐知道 是自己唤醒了她 第二天 金姐从噩梦中惊醒 和当初的阿伟一样 她同样问了一些无聊的问题 当两人离开的时候 飞船的故障也开始逐渐显现 但两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来到伙食团 金姐端出了丰盛的早餐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尴尬的阿伟自嘲 法国泡芙可不是她这种屌丝享受得起 金姐爽快地请了她一份 尝到新鲜的水果 阿伟心中感叹 有钱真好 接着两人探讨了备用休眠仓 但一年多的时间 她能想到的阿伟全都想到了 金姐不愿就此放弃 本想重新造一个休眠仓 结果别人的专利保密 金姐果断抡起大锤 对着肛门就是一顿杂 结果显而易见 除了能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 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就在这时 扫地机器人的异常 引起了阿伟的注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 金姐开始慢慢接受现实 为了填补心中的失落 金姐每天都在努力保持镇静 但现实却是 她在这艘飞船里荒废余生 仅有的慰藉 却是一个陌生人 这天阿伟被突如其来的问题 问住 还以为自己的秘密 被金姐发现 结果对方只是问她 为什么移民 闲来无事 身为作家的金姐 便打算采访阿伟 但在底层的她 并不是开启新生活 才踏上旅程 移民不过是虎口的手段 作为基修工的她 新家园将会带来不少的工作岗位 富有局限了金姐的想象 不想戳到阿伟的痛点 她果断避开了这个问题 金姐自居是人性的分析师 5000名乘客 前往新家园的目的各不相同 为了错错金姐的锐气 阿伟让她猜猜舱内人员的职业 结果无一例外 金姐全都猜错了 两人的相处 渐渐熟络 聊到自己的梦想 金姐多少有些惋惜 本打算在新家园 开始自己的写作 但现在 一切都成了泡影 在阿伟的陪同下 金姐开始丰富自己的生活 两人一起挑战跳舞机 一起打篮球 共享二狗的酒吧 但在疯狂过后 金姐总会感到莫名的空虚 为了填补这份空虚 阿伟做了不少的努力 她为金姐准备了精致的礼物 并用自制的机器人 向金姐诚挚地提出了约会邀请 金姐含笑写下答复 毫无疑问 阿伟得到了想要的回答 换上一套精心挑选的西装 阿伟亲自上门迎接 两人先在二狗的酒吧小酌一杯 然后在餐厅品味着浪漫的晚餐 结束无聊的话题后 阿伟迫不及待地将金姐带到了宇航室 真正的浪漫才刚刚开始 两人穿好宇航服走出了飞船 阿伟满怀感慨 她终于可以与心中挚爱 一同欣赏星河的美景 在阿伟的牵引下 金姐在太空放飞了自我 这一夜两人修成正果 在爱情的滋养下 阿伟眼里充满了光 幸福的二人世界 让阿伟逐渐淡忘了自己的过错 而金姐则重新燃起了写作的热情 她将两人的感情经历写作成书 为了制造浪漫 阿伟来到植物培育室采风 当几朵玫瑰展现在金姐眼前时 阿伟浓浓的爱意彻底包裹了她 当飞船环绕大脚星 进行引力弹射加速时 二人亲眼见证了这一壮美的景象 然而大脚星的名人光辉 却并没有继续燃烧二人的爱情 回到酒吧 借故离开的阿伟 正为金姐准备惊喜 结果金姐与二狗闲聊的时候 二狗不小心说漏了嘴 表示阿伟一年前就考虑要不要唤醒她 得知这个震惊的秘密 金姐顿时陷入了迷惘 看着金姐哭红的双眼 阿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面对金姐的质问 阿伟承认是自己唤醒了她 这个沉重的打击 深深刺痛了金姐的心 不知所措的阿伟待在原地 回到房间 金姐的愤怒和崩溃终于歇斯底里 然而阿伟对她来说 现在只有恨 当阿伟折返房间 金姐的东西早已从屋子里搬走 来到伙食团 阿伟说的每一句话 都让金姐感到恶心 此时 她已经无法面对这个又爱又恨的男人 夜晚金姐来到阿伟的房间 对这位毁掉自己人生的男人 展开了疯狂抱负 然而当她拿起钢管时 阿伟却坦然接受了金姐的惩罚 金姐惆怅不绝 或许是对爱人的不舍 亦或是惧怕孤身一人面对余生 为了博得金姐的原谅 阿伟通过广播 深情地向金姐表达了自己对她的一往情深 然而这些浮夸的辞早 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金姐对此根本不在乎 面对夺走自己人生的男人 金姐的心中只有恨 而她的余生却将无时无刻去面对这个人 此刻飞船的故障日益增多 最终发生了关机重启 而两人也并没有意识到危机即将来临 分手过后 两人轮流使用酒吧 如今的他们形同陌路 而阿伟又不知该如何弥补 看着好友对自己的祝福 金姐的思绪乱作一团 她在地球的生活并不快乐 并希望在新家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当她在大厅看到阿伟种下的树苗后 金姐的内心再次看到了希望 就在这时 阿伟乘坐的电梯突然断电 而金姐在吃饭时 失控的机器喷出了大量食物 万万没想到 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响起 船长抱怨有人在她的大厅里种了一棵树 两人闻讯赶到了大厅 看到另一位被唤醒的人后 他们既惊讶又欣喜 因为系统故障 船长老黑同样被提前唤醒 在她的引领下 二人终于步入了主控室 根据航线规划显示 据目标行星尚有88年的航程 然而 飞船系统故障 显然不足以支持完整的航行过程 老黑因此邀请两人 协助自己对飞船进行故障排查 当检查至休眠舱时 老黑迅速得知了两人的秘密 阿伟是因故障而被唤醒 然而 金姐则是由阿伟唤醒的 阿伟对此并未否认 回到驾驶室 金姐恳求老黑为其做主 因为阿伟的做法无疑是谋杀 然而 老黑并没有这个闲工服管他俩的爱情故事 而他都是自身难保 因患重疾老黑将不久于人世 当他回屋休息后 飞船在晚上就突发状况 繁星的金姐打算游泳冷静一下 结果飞船突然失去电力 失去重力的作用 泳池里的水瞬间变成了牢笼 金姐不断向外挣脱 结果翻涌的浪头 直接把他冲进了水里 金姐使出浑身力气都无法游离 很快 他就在水泡中溺水 危急关头 系统的重启恢复了重力 金姐这才从水中脱离了危险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两人火速叫醒了熟睡的老黑 经过老黑的分析和判断 他怀疑飞船发生了严重故障 金姐恍然大悟 飞船看来要沉了 在老黑的带领下 二人来到了飞船的工作区 但问题出在哪 还要他们一一排查 没想行动还没开始 老黑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经过医疗机的诊断 老黑患有612个疾病 直到自己病入膏肓病不久已 临死之前 他将最高权限的手环 胜于阿伟 与此同时将飞船的命运 托付于二人 说完这些话 老黑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此刻飞船已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修好飞船 他们必须立马行动 系统再次断电 失重让两人突然被抛上天空 时间紧迫 两人迅速赶到了飞船的工作区 结果在检查故障的时候 一间舱门突然打开 金姐被瞬间吸入其中 阿伟见状果断卡在门口 他用脚移除了平板 金姐则迅速用它堵住了缺口 室内的氧气才开始逐渐恢复 然而他们发现陨石洞不止一个 而且已经进入核心区域 来到反应堆 阿伟发现了明显的破损 反应堆计算机穿了一个洞 外部的冷却室已被火焰环绕 若不及时处理 整个飞船都将爆炸 阿伟用备用芯片换掉了受损部件 重新启动反应堆 没想冷却式的闸门 却无法完全打开 多次尝受无果后 阿伟打算从外部强行撬开 为此阿伟拆了一个门防身 他将全线手环交给了金姐 即使他遭遇不测 金姐还能有自救的机会 为了拯救飞船 阿伟此次肯定凶多吉少 但若不行动 两人必死无疑 金姐不舍得目送阿伟离开 定让他一定要活着回来 因为没有他金姐无法在船上生活 阿伟很快跳出了飞船 在与时间赛跑的同时 他必须尽快找到闸门 然而来到舱门前 阿伟却倍感意外 闸门可以手动操作 但只要松手便会立即关闭 也就意味着想要完成降温任务 阿伟必须作为开关 承受烈焰的冲击 如果金姐启动泄压 无疑是亲手要了他的命 金姐不愿抛下阿伟 决心与他共同赴死 阿伟已经犯过一次错 他不愿再让其他乘客遭殃 如果牺牲他 能够救下5000名乘客 以及戏爱的人 阿伟此生无憾 最终金姐忍痛拉下了开关 一股剧烈的火柱扑向阿伟 在烈焰的炙烤下 阿伟的身体直接推出了飞船 而固定他的安全绳也被拉断 反应堆完成冷却 恢复了正常 但阿伟却出现在了飞船的发动尾焰 如果穿行必定灰飞烟灭 阿伟看准时机将舱门抛出 利用反作用力成功逃脱 但他的宇航服已经破损 仅有的氧气也支撑不了多久 绝望的他 只能选择告别 发现情况不对 金姐换上宇航服 火速冲了出去 幸运的是 阿伟并未飘得太远 金姐通过绳索 最终将他拖了回来 回到飞船后 金姐迅速将他放入治疗舱进行治疗 此刻阿伟的生命体征 已经完全消失 无法接受爱人的死 崩溃的金姐 想到了权限手环 死马当活马医 什么急救措施 全都往阿伟身上放 经过一番抢救 阿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到阿伟活过来后 激动的金姐赶紧扑到他身上 这一刻 爱情的力量拯救了他们 度过危机后 飞船再度启动航行 继续朝目的地进发 但阿伟在检查治疗舱时意外地发现 治疗舱有一项惊人的功能 可以让人类的新陈代谢完全暂停 这意味着治疗舱可以作为冬眠舱的替代品 遗憾的是 治疗舱只能容纳一人 阿伟打算让金姐前往家园度过余生 但她却必须孤独地在飞船上活着 然而 金姐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因为这趟旅程 她已经收获了生命的意义 在二狗的见证下 阿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求婚 在爱情的旅途中 二人抵达了幸福的彼岸 故事的最后 飞船终于即将抵达家园2号 船上乘客纷纷被系统唤醒 来到大厅的人们倍感意外 在时间的陪伴下 整个大厅被郁郁葱葱地直被覆盖 而两人的爱情故事 则为这趟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